不得不说,如今德云社的二代们也都成长起来了 郭麒麟已经成为影视巨星 于谦的儿子也已经可以登台说相声 烧饼的儿子也已经可以被灌口了 德云社的二代们也得到大家的关注 近日德云社又一位二代走入大家的视野 而且还登上了央视新闻 近日德云社郎赫炎儿子郎子珍以球员身份 接受央视采访的视频被大家争相转发 据悉此次采访是因为郎子珍所在的球队获得了冠军 能在一分12秒的采访中有单独的采访镜头 足以证明郎子珍的优秀 网友们也纷纷直呼 珍是胡腹无犬子 郎赫炎曾在采访中表示 郎子珍最早开始接触足球是因为喜欢来回跑 从不走路 小的时候就喜欢跑 郎赫炎妻子还专门给她买了一个三轮车 但是没有脚蹬子 就靠用脚蹬着走 后来通过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足球 慢慢地喜欢上了足球 6岁就开始正式地学习足球 2018年11岁的郎子珍决定去职业梯队 进入鲁能足教学习 如今已经成为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男子 有15队队员 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相信郎赫炎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 自古文体不分家 虽然郎子珍在球场上有着优异的成绩 但他的幽默细胞也得到了父亲的真传 在郎子珍早期的视频中 让网友们不禁开拐大笑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别踢球了说相声来吧 而且在之前张赫伦郎赫燕的专场中 郎子珍唱的海阔天空一开嗓就惊艳了一众观众 既有幽默细胞又有好嗓子 不少网友表示不说相声 真的是可惜了 不得不说如今德云社的新二代们 真的是越来越强了 郭麒麟在娱乐圈发展 张云雷在歌坛发展 陶阳的京剧可以称得上一绝 相声就更不用说了 郭麒麟的徒弟四岁就可以登台演出 烧饼的儿子也已经开始培养 而如今再加上足球小王子郎子珍 德云社的新二代真是不可小觑 最后也期待郎子珍在球场上 能取得更多的好成绩 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说问相声 达成郎贺燕给儿子捧根的愿望 大伙说说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吗 我长寿 我长寿秘诀就是给儿子捧根 我长寿